美国表示自家武器技术被中国甩开需要盟友帮助 实际上他们只是打算玩针对中国的盘外招 欢迎各位收看本期迷彩虎 我是虎哥 最近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三国搞的奥库斯 也就是所谓的三边安全伙伴关系协议又开始搞小动作了 根据纽约时报的报道 为了赶上中国在武器技术上面的快速发展 他们达成了一项新的协议 这份协议的内容是互相免除一系列国防技术出口限制 从而推动三国技术发展 有一说一 奥库斯最一开始就是美国人和英国人 为了在太平洋建设核潜艇基地跟澳大利亚签署的 本质上就是一个武器条约 现在美国人这么搞 说白了就是让奥库斯的有效范围扩大到常规武器方面 根据这个新协议 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三个国家在常规武器上取消 一切技术壁垒实现技术共享 除了一些涉及国家机密和国防安全的敏感技术之外 其他技术不得私藏 违规者会被进行惩罚 美国官员认为中国武器技术正在快速进步 一个美国的研发能力有点追不上 既然一个国家追不上 那就三个国家一起追 澳大利亚官员也觉得是一件好事 在新的框架之下 澳大利亚购买美国七成武器装备之后 将不再需要获得美国的许和 目前美国所有武器装备中只有两成 是可以自由出售给澳大利亚的 而有一说一 虽然美国和澳大利亚都觉得这个协议好 但我觉得这又是美国人的一个阴谋 与其说他们针对的是中国的武器技术 倒不如说他们针对的是澳大利亚的政治立场 如果经常看我视频的朋友 应该都很清楚对于这种军火贸易相关的事情 我一直认为是七分政治三分军事 美国愿意和英国澳大利亚展开这种深度武器技术研发项目 可能确实有打算追上中国武器技术的因素在里面 但我认为这是个次要因素 真正重要的是给澳大利亚重新绑到美国的战车上 目前澳大利亚新政府和中国走得很近 原因很简单 恢复经济 当前澳大利亚经济不行了 倒不如说澳大利亚的经济一直都不行 自从他们断了和中国的经济联系之后 他们的经济就没好起来过 这也没什么好意外的 澳大利亚收入主要来自于出口红酒 牛肉海产品铁矿等等 除了中国你就找不到第二个大型消费市场了 一开始美国给的条件是他们接盘 但是等实操的时候 美国就没管他们 一开始澳大利亚还能靠政府强行压制民间不满 但现在澳大利亚的民众已经到极限了 如果再不开放和中国的经济往来 会发生什么好说了 不得已 他们停止了对华敌制的外交政策 重新和中国建立贸易往来 对美国人来说 这件事情是无法接受的 所以美国人才提出要取消常规武器技术壁垒 国内七成武器出口给澳大利亚 不需要签署许可的条约 澳大利亚基本上是不存在国战武器的 他们的武器来源大多是进口 而且由于历史因素 澳大利亚主要使用的都是美式武器 相信我 他们肯定无法忍住更新武器的诱惑 而一旦澳大利亚的主要武器 全面变成了更先进的美切 各位猜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我想沙特阿拉伯已经告诉我们了 到那时候就不是澳大利亚 想不想和中国对抗了 当然美国人敢这么玩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保留的那条 涉及机密和国防安全的敏感技术不得外泄 那至于什么是机密和国防安全 那就是美国说了算了 说到底他们也没有打算给澳大利亚技术含量多的东西 根据美国方面的想法 他们打算给澳大利亚提供的主要还是弹药 一些简单的无人侦察设备 当然了还有一些老旧军舰 毕竟这些东西在未来有可能的南海冲突中能起到作用 有一首以美国人喜欢玩盘奈钊的事情 我可是太习惯了 从澳大利亚表态愿意和中国开展正常贸易的时候 我就已经猜到会有这一天 毕竟美国只是影响力衰退了 他不是死了